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现在我们每天被一些大数据所包围 然后大数据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成倍的 这个影响是成倍的增加 那么在最近有一个专栏作家 同时他也是一个数据的分析科学家 叫做 Seth Stevens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他是对通过大数据 对我们的社会当中美国的这些富翁 百万富翁的一个分析 看看是什么样的富翁 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他们的收入是比较高的 是站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边的收入排行榜 那个前0.1%的那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第二就是他对 幸福快乐的这个分析 什么样的活动会让我们愉悦 什么样的事情呢 会让我们感到不开心或者是烦恼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呢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对因为他本人是研究这个的 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也是他从什么哈佛大学呀宾夕法尼亚大学呀 从这些人他们研究的结果中呢 分享出来的一些数据 所以他这个书的名字啊很有意思 叫做Don't trust your gut 这个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 就不要相信你的直觉 什么叫不要相信你的直觉 用在他的这个富人的话题上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很多人有直觉 比如啊举例来说 做律师有钱 对不对 开发房地产有钱 这可能是一种直觉 或者听了很多的宣传 钱越多越快乐 这是一种直觉 或者钱其实代不给你快乐 是吧 你有什么道理呢 说出这些话来 比如他就直接了当地问你 请你回答下面的问题 服装业做一个这么一个商店 他的寿命是多长 对不对 什么样的一些行业 开什么样的店 经营什么样的生意 是什么样的寿命 你能知道吗 一个牙医的诊所的平均寿命 是多长时间 比如对吧 我们不掌握这个大数字 也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饮料批发商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些呢 他把汇集起来 然后呢 做出了这么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说 富人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 这让我们想到 今日话题早在1996年的时候 就介绍的一本书 和当时挺轰动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叫 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这个书现在还在印呢 现在还没有脱销呢 或者说至少还没有脱印呢 叫叫你隔壁的百万富翁 那当时呢 我们就介绍了这两个作者 Thomas Stanley和William Danko 这两个人呢 他们做的民间的分析 就是我们在报刊上面 在电视广播上面 听到的看到的 那个百万富翁啊 就是那几个名字 可是呢 在民间 有一些叫默默无闻的百万富翁 他们并没有开欧洲的豪华的车 他们并没有住着像城堡一样的房子 他们甚至有一些是住在 相对来说比较蓝领的这种区域 但是他们的身价呢 早已过了百万 然后当时那本书 你隔壁的百万富翁 就是深入的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靠的是什么挣出来的 他这一百万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 不要相信你的直觉呢 大同小异 他就现在更多的大数据了 他就深入进去告诉你 其实你不知道 真正的有钱的是这些人 当然不排除那些媒体看到那些 贝佐斯 马斯克这种 不排除这些 但是没有名字的人 从事着并不是光鲜亮丽的工作的人 也有一些百万富翁 对 我们知道 或者我们所想象出来的百万富翁 一般都是什么贝佐斯 这个Warren Buffett 这些这都是亿万 这不是千亿万富翁 所以那是凤芒领奖 那是很少的 他在这指的是0.1%的 0.1%的那个高层的那个人 那就是千分之一了 千分之一 对 对吧 0.1%是不是千分之一 对 千分之一 那么这些人在美国有多少呢 14万并不多 他通过什么数据来了解到的呢 他是通过人们的报税的情况来了解到的 因为税表说的非常清楚 你的收入是多少 报税应该报多少 当然他把这个整个人的个人的信息给隐藏起来 但是他知道几个数字 第一个就是他每年报税 报多少钱 收入是多少 第二他从事什么的行业 这个应该知道的 不管你是医生是律师 是工程师还是一个商店的老板 这他应该知道的 所以呢 他收集了这些数据之后 进行了分析之后呢 就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你要想进入到千分之一 或者就是0.1%的这个行列里头收入 你至少每年的收入要在158万以上 那么这个行业里边 或者说是你认为说什么样的人 可能会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呢 他是说拥有自己企业 就是靠你的生意赚钱的人 在这个里边的人数 要比靠你打工赚钱的人数 要多三倍 一比三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14万里边 如果有一个是靠打工赚到 每年的年薪超过158万的话 那么有三个是靠自己的生意 得到这笔钱的 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 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里边有哪些窍门 首先就发现说 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三倍人数以外呢 其次就是说 有很多的企业 实际上是叫做区域性的企业 地方性的区域性的企业 就是没有全国联锁啊 不是全国联锁店 没错 没错 那么好了 什么样的企业呢 他这里头就写了几个企业 一种呢 是叫做汽车经销商 汽车经销商啊 你不要小看 他根据这个数据来分析呢 他是说 差不多20%的汽车经销商 可以达到刚才所说的那个 0.1%的那个收入的行列里头去 也就是说汽车经销商的 这个能赚到年收入赚到158万的相当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刚才中旬所说的 叫做饮料的批发商 或者叫饮料的distributor 这是分销商啊什么的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而且我发现在韩 就是在咱们华人当中啊 从事这个饮料批发的这个行业的人数 非常的少 不多 这个可能是 是不是已经被人家当地的 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早就已经站满了 对吧 那个华人的 我们来的比较晚 所以已经插不进去这个行业了 但是我可是知道 华人有不少的是经营汽车经销的 因为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知道 美国在历史上有过禁酒令 当然禁酒令最后以失败告终 所以呢这个禁酒令呢 之后美国政府就延续了 当时一个法律 就是不让酒精类的产品的生产商 直接和比如说销售商挂钩 它中间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叫做批发商 所以在这么一个法律的保护之下呢 这个酒精类的产品或者是饮料批发商 他们就有一席之地 就等于他们得到了一个赚这个中间差价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也不看它的名字会出现在任何的媒体上面 它就悄悄的呢 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百万富翁 那么稍待会我们再看看 美国政府对汽车经销商 就是我们说的car dealer 有什么特殊的保护 而这个保护为什么餐厅没有 欢迎据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接人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美国的富人 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对这个一个人的快乐的这个源泉 一个人为什么会快乐 什么样的活动让一个人快乐呢 也有一个分析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Seth Stevens-Davidowitz 他的这本新书 不要相信你的直觉 就分析了这些事情 他是通过大数据收集到的大数据呢 来进行分析的 刚才说过了为什么汽车经销商啊 他比较容易赚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在各个的州里边呢 基本上都有一个叫做汽车专营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的保护 也就是说在一个区域里头呢 他基本上都是有叫做汽车的独家的 这样的一个合约的保护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区域里边 汽车经销商啊 就是汽车制造厂啊 他也知道在这个区里边 可能只有一家这个品牌的汽车经销商 他就是主要是保护自己的这个经销商 就是等于方圆多少里之内 只能有这么一个 我们看到很多汽车经销商聚在一起 对不起那是不同的 那是不同牌子的车 对 那么他一定会有一个人口的数据的 这个大的都市里边人口密集的地方 他可能会多一两家 但是他可能是按这个收入啊 按这个购买力啊 按人口来算的 所以他基本上都给你算好 就像麦当劳一样 你看到处林立 他实际上算好的 这个行人的流量是多少什么的 流量多的地方 他可能会多设几个 流量少的地方 他肯定就设一个 就是为了保护 不要自家跟自家来争抢这个客户 那汽车经销商和刚才说的 这个饮料的批发商呢 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保护 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业的客流和销售啊 是比较稳定的 那你说 哎呦那听了今天的节目 咱去买一个汽车经销商去去经营一下 这不是就赚到钱了吗 对不起 您现在知道的所有的知识 人家汽车经销商知道的比你还清楚 所以你要想买的话 恐怕要出高价才能买得到了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有这么一个规律 就是当你去买一个生意 发现人家不卖给你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 那就是肯定是在赚钱的一个生意 没有人会把一个下金蛋的鸡 卖给你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指标 那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 哪一些行业比较容易倒闭 他的寿命比较短呢 根据大数据统计 排名第一的叫唱片行 这个根本不用他说 这个一定是没办法 因为能够免费获得的东西 人就不会花钱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谁还卖唱片 你说实话 现在买一个CD 你可能都不知道在哪播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唱片好像的寿命啊 好像只有两年半 这还是过去 现在根本不是两年半的问题 现在根本就没人去开这个东西了 那么排在第二的呢 是玩具商店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都是在网上拉现在 但是我还是个人觉得呢 玩具店和网上有一点小的区别 就是玩具店你可以拿在手里 大大小小啊 什么手感啊 这个把玩一下啊 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人家都是在包装盒里头 你怎么去把玩呢 还是有些至少拿在手里看看 那盒子颠量 对不对 就是他有一种手感吧 这么说吧 这个玩具店呢 三年3.25年 它的寿命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维持不到这么多 这个所谓的寿命就是你开 从开店到关店 对啊 对啊 然后第三呢就是时装店 当然我们说的这种时装店 不是那种什么恨不得全世界都有分店的那种啊 就是比较区域性的 一般的服装 个人的啊 一般服装 它不是一个大的财团 什么华尔街上市的 不是那种 而是一些就个人 我想说开个服装店吧 卖卖衣服什么之类的啊 3.75年的寿命 然后他给的最后的那一个呢 是化妆品 我强调这个 这个化妆品也不是那个品牌的 意大利的米兰的 什么法国那个 什么香水什么的 那种系列的 它就是一个 哎 几个人商量商量 咱们开一个这个的啊 这种化妆品店的寿命 差不多在四年左右 这不行啊 知道吗 这个 一个人把很多的精力投进去 才给我四年的寿命 这个肯定不行 对 那么好了 那接下来就说 那你开什么生意 还有机会呢 他就 当然他只是说 他自己了解的一个行业 就是说 做数据分析和市场研究的 这些行业 你不要小看这个行业 我们以前不知道 尤其华人有的时候 不太愿意花钱买这些 就是市场调查 市场数据 或者市场分析的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了解 你的客户 你如果了解他们想要买什么东西 他们的消费能力在哪里的话 你的这些数据是可以卖个大价钱的 卖给其他的那些商家 所以他呢 就说做数据分析 你要对这个行业了解 对数据的分析又了解的话 你的这个分析报告可以卖大价钱 因为他在这个分析当中 他在那个报表税表的当中呢 他发现凡是开这个叫做市场开发 或者市场信息咨询公司 这些公司里边至少10个里边有一个是进入到那个0.1%的收入的那个行业里头去 那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得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了 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金钱和快乐的关系 然后之前一直流传着一个75,000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当中把这个75,000这个数字给推翻了 因为他是调查了3万个成年人 然后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幸福指数的这个关系 他得到了一个新的数字 不过呢 有一个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就是不管你是75,000还是800,000 就是这个数字呢 在某一个数字之后 他肯定是递减的 对 这个就给你带来的快乐是递减了 对 他那个时间呢什么之类的也是慢慢的越来越短 这个时间就是让你快乐 也就是说你快乐之后 你肯定得寻求新的刺激或者新的什么快乐 那么一个人的收入 他给的是多少钱呢 会比较让你满意 然后在这个钱以后 又有多少钱才能使你更开心呢 然后最后呢 说点刺激的 男还女爱呀 这件事情上呢 和金钱又是一个什么的关系 以及和你的幸福指数 又是什么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一本书 不是新书了 这本书已经上市了 有两年了 估计好像是2019年还是20年就上市了 就不要相信你的直觉 这是根据大数据来分析出来的东西 金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呢 以前有一个误区都认为说是75,000块钱 就是到达了一个第一个高潮 在这个收入超过75,000块钱 它的那个边际效益啊 就递减了 就是说再增加1万块钱 跟你之前增加1万块钱 带来的快乐是已经开始减少了 不是那么高了 但是现在呢 它在更多的数据当中 它据说是好像进行了300倍 300万份的这个调查 就是在手机当中给人发一些简单的 这个小的信息 让做一个小的民调 比如说你现在在哪啊 和什么人在一起啊 你在做什么事情啊 你快乐吗等等 这些小的问题之间呢 它就收集到了这个300万份 这属于大数据了 它这是两个啊 一个是之前的 对那个3万的成年人的调查 对 另外的就是英国人呢 把手机的数据 直接的收集 就是发到你的手机的短信 那么这两个的对比 是至关重要的是 因为之前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个教授 他把那个金额设定的是 800万美元 也就是说 咱们不是说75,000块钱吗 他说是 75,000块钱的确是一个坎儿 就是这个呢 的确年收入在75,000块钱 会带给你一定的快乐 但是啊 要想就是有本质的变化 让你这个快乐加倍的增长呢 他说那个800万又是一个坎儿 就是当你的收入在800万以上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是带给你一个叫做快乐的冲击效应 就是让你再次刺激一下 可是英国的这个手机的调查呢 告诉我们了另外的东西 对 现在基本上知道的就是说 到了一个数字之后 金钱带给你的快乐 是成递减的这个趋势啊 就是没有那么多了 而且呢 他是说 你必须要成倍的收入的增加 才能给你带来以前的那样的快乐 而且他是说 是不是800万以上的收入再带来给你带来的快乐 就减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相当于你结婚以后的那个快乐感的一半 是这样吗 对 就是说还不如结婚呢 对 这个结婚呢 他这里面有浪漫的成分 我们知道所谓的什么 一半的婚姻都离婚了什么之类的 他不是说的那个啊 他是说人们在结婚的最兴奋的那点上 对不对 就是在最快乐的时候 当结婚的时候你肯定是快乐 就是那个初期的那个快乐程度 超过你的年收入800万 不就这意思吗 对不对 对 就是800万以后的增加 还不如结婚的那个感觉 对 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了 他就列出来了 哪些活动会让人感到快乐 愉悦呢 排在第一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是不好意思说 这个叫做做爱 性生活 性生活 这个性生活注意 同性恋也算在内 就这样 他不是说一定是男女的 第二呢 就是健身 就是锻炼 有很多人愿意锻炼 这个呢也让人带来快乐感 第三就是园艺 就是在院子里边做一些花啊 弄花弄草的什么的 这个也是 那么好 接下来呢 就是说 人们跟他所爱的恋人 或者是朋友在一起 会有很大的快乐 那这些朋友和恋人呢 不包括你的同事 不包括你的子女 也不包括你的熟人 这些人等给你带来的 有的时候不是快乐 他们的贡献比较小了 所以这里面强调的就是 一定要掺杂了感情的成分 对吧 你像浪漫的里面 那肯定是有感情的成分的 那么所以 好朋友之间 也可以在感情的层次上交流的 那可以 其他那种打打招呼啊 什么的那种 是吧 那个基本上不行了 这个叫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不但不给你 带给你快乐 他还带给你痛苦 那么接着人说 不对啊 我还喜欢 比如说温暖的天气啊 什么四季如春啊 什么之类的 是 他说天气也是个因素 但是天气这个因素呢 还没那么大 还不如刚才说的那种 做个小爱呀 什么什么 对 那么比不上那个 还有一个东西呢 他说蛮重要的 因为他们深入到了 大的城市调查 这个呢叫自然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早到晚 生活在一个公寓楼的 第二十八层楼上 或者什么 五十六层楼上 随便说 你的快乐的程度 比一个 能够直接接触到自然 而且他这个自然 再往前定义了一步 就是能看到水的自然 湖啊 海啊 什么这种 那那个不能同日而语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快乐的程度 就美国来说 其最糟糕的那个地方 居然是纽约 对 这就倒数第一了 对 大都市的生活 你就减少了 你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了吧 所以呢 他就说不快乐的城市 第一是纽约 接下来什么旧金山啊 洛杉矶啊 波士顿啊 都没好到哪去啊 基本上也都是缺乏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地方了 所以人们就发现说 他也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在民调的当中说 一个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大的城市 搬到那个比较接近大自然 或者说比较快乐的那个城市 或者地方去居住之后 他们过了半年以后 再报告的话 他们的快乐感 居然增加了 那就说明 更接近这个自然的以后 他反而比较快乐了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是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到 就是无可奈何的一个东西 就是工作 没有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反而带来的痛苦比较多 因为他列出来 40项活动 如果按照你最不快乐的 这个排名来排的话 工作是排在第二位 排在他前面的 仅排在有一个更让人不快乐 就是生病在家里头 而且还是卧床的情况 卧床的情况之下 那是第一不快乐 接下来就是工作 那你就可以想象 工作的这种压力 工作之间的人际关系 工作你必须要和有一些 我们假设 有一些这个工作环境不是很好 然后再加上安全问题 再加上人跟人之间和不太喜欢的人 在一起必须要工作等等 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烦恼啊 带来的不快乐的成分 远比你得到的乐趣要过多 是所以呢 他也做的调查当中 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在某些地方 打工实在受不了辞职的 这些人的心态 这个呢 我觉得也就是可遇不可求了 这个就听一听就算了 因为他说 每当一个人对一个工作不满意 他辞职以后都很快乐 那当然了我们马上一个问题 那你吃什么呀 你房租怎么付啊 所以就是当你没有辞职 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你是不快乐的 那种辞职的人 他一定也不至于好了嘛 他已经都知道 他下一顿饭在哪吃了 所以可能就退休了 或者怎么 谁知道 就是他这里面的调查 就是辞职的人 会比较快乐一点 那刚才说到纽约不快乐 波士顿不快乐 洛杉矶不快乐 哪快乐呀 亚历萨纳州的Flagstaff 这个Flagstaff 这个谁去过 你去过吗 对呀 可见这个地方就是 风吹草地线 牛羊的地方吧 是吧 就是这种地方 还有哪比较快乐呢 是弗罗里达的Napos 这个地方 这个用了人家意大利 纳布勒斯的 对不对 叫Napos这个地方 就是根据季节啊 但是基本上都是快乐 有一个地方 常年快乐 夏威夷 对 夏威夷咱们都去过嘛 所以夏威夷基本上 我还没去吧 你还没去吧 对 那是基本上比较接近大自然的 或者就是说 就是处处有自然 对对 没错 因为它接近海边嘛 对 他刚才说过了 气候宜人 他这个宜人呢 叫做要在摄氏24度以上 那就是说寒冷的天气 让人不快乐 就是华氏75度左右吧 75度 78度 反正就是非常宜人的这种情况 阳光明媚 要接近水 要景色优美 在这个情况之下 给人带来的身心的愉悦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呢 他就说 既然您要是想年收入158万 不可求的话 得不到的话 那么至少可以有一点小快乐 就是在阳光明媚 气候在摄氏24到26度的这种情况之下 带着你心爱的人一起到海边 到大自然 这个的这种环境当中 去做个小爱 是你比较容易能够得到的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赚